世界杯竞猜,7月8日俄罗斯vs克罗比亚预测推荐比分,比赛赛程,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第四场俄罗斯vs克罗比亚比赛时间,2018年7月8日2点星期日比赛场地,所泄历史战绩,两队最近一次比赛在2015年,当时克罗比亚以3比1大胜俄罗斯,赛事预测分析,俄罗斯切尔切所不上任后, 致力于阵容年轻化,不过战绩并不能让人满意,俄罗斯国家对基本是以国内联赛球员为班底,传切配和娴熟,反击速度快,依靠整体运转,但是他们不善于破密集防守,领先情况下容易注意力不集中,落后时也不善于保持心态,意志品质不强,克罗比亚,克罗比亚队中前场实力非常强大, 摩德里奇和巴弹力两名技术型后腰,再加上经验老道的拉基地奇和跑动机级的布罗索维奇,格子军团的中场实力可以比肩世界上任何一支豪门球队,但是克罗比亚的防守端是其一大薄弱点, 洛夫伦和维达的中位组合并不算稳健,尤其是定位球防守是一大难题,而转身速度慢的弱点,也经常让对手打穿他们的防线,分析,俄罗斯队作为最不看好的一届东道主, 32强世界排名最低的一支球队,俄罗斯人正用实际行动打脸那些低估自己的人,他们的打法简单而又有效, 4231的阵型让球队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,克罗比亚队在小组,赛中取得了三连胜的战绩, 其中最具含金量的比赛,便是3比0击败了梅西领先的阿根廷队,目前格子军团的状态非常不错,虽然在八分之一的决赛中,是通过点球才得以晋级, 但不得不承认黄金一代的他们正在创造着属于他们的历史,两队实力上克罗比亚明显更强, 但是球场以外无处不在,谁也不能保证,就让我们一起见证俄罗斯能否在进一场, 本场竞猜,圣克罗比亚预测比分, 比0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上自己的预测比分哦。